叶金川他即将在明天随着马英九总统来出访了 但是呢国民党立委好像不太以为然 这个马总统在月底呢即将要出访中南美洲国家 那么卫生署长叶金川也即将会随行 不过现在新流感的疫情确诊的是一粒又一粒的出来 那么节骨眼的时刻来出访叶金川他是自制污的说 这个专家学者都很优秀啊要给他们机会来表现了 但是如果疫情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24小时之内他绝对是可以赶回台湾的 医疗外交啊 说什么都要跟着马英九总统出访中南美洲 总统口中的金川兄到底是跟着出访医疗外交 还是保护马总统身体健康 叶金川可有话要说 我本来就有排定要去啦 那总统当然有问说 你这样跑过去国内会不会不放心呢 现在专家还有这个机管局都做得很好 让他们有表现的机会啦 那我遥控就可以啦 人在国外也能遥控疫情吗 叶金川回答起问题还有点吱吱呜呜 强调早就是出访成员之一 只是H1N1疫情敏感节骨眼上 叶金川身为最高防疫指挥官 却没能坐证国内 立委们可是连声痛批 我认为说叶金川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不适合陪马总统出访 因为他必须要照顾国内的这些 尤其是新流感的这个疫情 好像有越来越扩大的这种心事 叶金川署长最好是留在国内啦 毕竟国人的健康也跟总统的健康一样重要啦 那那个总统应该是 卫生署应该有另外派人陪总统去 内委连声骂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总统出访都已经有专属医疗小组 随身保护 叶金川出访 那么两千三百万台湾民众的身体健康 由谁来照顾 中天新闻娱乐为方舅台北采访不到 好来看